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核灾的重大危机 以及伤害 台湾这个爱心真的是无限伟大 但是我们也看到从头到尾都受到诋毁 抹黑 这个是很难令人理解的 我这边我曾经在国事论坛里面做了两个海报 第一个是在3月18号的论里面 特别提了 捐款驻日爱心无价 别以小气诋毁政府 3月11号日本发生了地震海啸核灾 我们的政府洋外交部洋部长3月11号就表示捐款驻日 3月12号我们马总统就说要捐一亿台币 结果民进党的委员就质疑说 马总统小气啊 诋毁我们无内阁 甚至于践踏我们人民 我们去看看日本921的时候捐我们多少现金50万美金 物资280万美金合起来一亿台币 日本一亿两千多万人口 所以我们我们认为爱心无价表达我们台湾政府的这个立场 我们捐一亿不算少 新加坡在3月15号还不是3月12号 3月15号捐50万新币 1150万台币 新加坡有个叫柳亦玲的这个小姐 3月16号就拿了100万新币 到新加坡大使馆去 他捐的比新加坡政府捐多出一倍 他也没有说新加坡政府捐的少 我比政府捐的多 所以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媒体 这样子的民意代表 甚至于这样子的人民呢 第二个 我在意 4月8号 我在意第二个海报 中华民国红十字会 人道不爱服务 让台湾爱心花光花亮 一个晚上 四个多小时 捐了七八千万 是我们台湾历年来第一次 靠四个小时捐的这样多钱呢 让日本人都感动 结果我们台湾就是少数媒体 少数民意代表少数人 鸡蛋你挑骨头啊 你这样子做华 伤害的不是说只有 践踏的不是只有中华民国红十字会 伤害了我们2300万的爱心呢 我想请教一下 我们国际的惯例是什么 国际惯例也不是全部一次拨款啊 我们921接受红十字会 12亿国际红十字会 12亿的捐款 他也是分好几个阶段 还派一个专人来台湾监督啊 那个人叫丹麦的顾问 叫迪莱夫啊 最后我们用剩下的 剩余的钱 他也在我们台湾各地 设了25个被灾中心的 今天我们台湾的被灾的物品 最充足的是中华民国红十字会 打击磨灭中华民国红十字会 有什么好处啊 另外 我们中华民国红十字会 是也是采取对外的捐款 譬如说汶川 到现在我们还在 还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没有拨过去 为什么我们审核按计划来拨啊 那再看看我们国内的各个团体 包括我们说职计或者什么 这些也都是按照分阶段的嘛 我们难道说 日本我们就不分阶段吗 何况 我们日本的状况是什么 他在六月份之前 紧急需要救灾的五五千 说对我们表示说五千万美金 美国捐了一千万 我们捐了一千五百万 也不算少啊 未来要国际红十字会 以及红新月总会联合联合会 到日本勘扎以后 再提出正确的需求啊 我们甚至于在里坚士会当中 也说日本跟大陆不一样 跟其他中南美国家不一样 或者是跟南洋海啸 这些国家不一样 跟海地不一样 我们下一次可以一次拨款 而且看计划执行嘛 甚至我们也建议说 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或者是中华民国 或者是台湾的一个纪念的这样标志 不是符合我们所有捐款人的意义 这个本质吗 我没有看到内政部啊 你对这件事情 对这件事情的说明 海浪这些谣言 污蔑在社会流传 伤害我们台湾的爱心 伤害中华民国红十字会 我认为 现在很多委员说 你没有监督 我认为你没有尽到责任 让台湾的爱心被践踏 你还站在那边 唯唯说说 这怎么符合啊 今天刚才那个 这个刘建国 说招伟啊 他说同意我们内政部 江一华部长离开 因为他不会回答 我认为 他安排今天这个 让红十字会有说明的机会 我们感谢 但是让江一华部长 没有能够距离力争 站在主管机关 帮红十字会做澄清 这个我认为是愧对职守 包括你真次长在内 你有帮红十字会讲过话吗 现在所有都讲 十八亿里面 百分之十五 红十字会行政会 你的券目条例 十七条里面明确规定 如果按照你那个 券目条例十七条的规定 来来执行行政会合法吗 你有告诉社会大众说 说这红十字会捐的十八亿 不是按照百分之十五的 这个行政会来来支援吗 结果 三立电视 为什么这样子 可以这样子讲 为什么你不出来澄清 甚至于红十字会 为什么不可以告 我认为 我在我接三月十八号那天 我在红十字会的现场 从七点五十五分到那个到十二点四十 都没有在全程的坐着接 让我感动的 当然好 有多的像郭台铭捐两亿 吴明氏捐五千万 但是最感动的是什么 爸爸妈妈为小孩子捐三百五百 他说他都要让他的孩子说 我从爱心从小开始培养 甚至于很多妙语 是什么打来的电话 我说我们都要捐给你 你还捐来 你看看 像这种才是我们台湾的暖实力 红十字会擦亮我们台湾的爱心 这块招牌 还受到这样大的委屈 我们内政部啊 内政部 你真的我是认为 你没有尽到责任的 不是红十字会没有尽到 没有办法解说啊 今天大家听 听后面的 扭曲事实 我们内政部站在哪里啊 所以说我支持刘建国委员 下一次再排 让更多的事实获得澄清 今天中华民国红十字会 如果有弊端 不会有这么多人有信心 如果有弊端 我们绝对要抽出来 给社会一个公道 台湾爱心不能被践踏 但是抹黑 造谣 污蔑 攻击 这些行为 难道就获得我们社会的支持吗 就是社会的主流价值吗 所以说大家将心比心 好好的去检讨 这次世界 我个人这边有一个 我说媒体 政党都有个别利益啊 甚至于我们本来是说 媒体希望说大家一起做一次 结果坦不容 一个捐111 我们也感觉很伟大了 但是111以后 另外捐718的这些 就被攻击 是不是这样子 内政部有没有查 有没有查 是不是这样子 的因素 所以我们我个人是认为说 今天台湾有有这样子机会 回馈日本 而且表达我们台湾 这么小地方 这么多的爱心 这个爱护保护都来不及了 何忍心去做这样子 这个污蔑 这样子打击 市长 你那还有一点时间 请你做个回答 请你做个回应 是 首先我们谢谢 曹委员的一个指导 那其实部里头 在这几天的一个媒体 访问的时候 我们也有 也有针对 这个法的一个部分 还有我们的立场 我们也有做表达 这是第一点说明 那第二个部分 在今天委员的一个垂行当中 部里头也有针对 这样的一个立场 来协助红会 做这样的一个说明 这个标题 烂情之前 请先明礼 是不是我提的 郑精灵委员提的 所以我们期待的是什么 大家在烂情之前 在污蔑 造谣之前 可以不可以 先明一下理 今天我们可以列出 说红十位有哪些缺点 在军十八亿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更改善 做到呼应大家的需求 但是不应该以斗臭斗垮 这样子作为一个主轴 所以我们期待的是 台湾的社会 台湾的教育 台湾的爱心的提升 而不是相互攻击 爱还没有送到日本 我们已经打起来了 我们已经乱起来了 甚至于我们已经被斗臭斗垮了 这个是台湾之湖吗 是台湾之光吗 所以说我 我个人是认为说 内政部你充分做好监督 后告诉社会大众 中华民国是 红十字会是值得你信任 同时也有委员说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交给日本政府 所有的我们台湾的军缓 跟红十字会有接轨的 都是国际红十字会 红新月总会 世界联合会 以及各个 包括日本的次红十字会 我们都透过这个管道 那我们 我们的捐款呢 捐给胡说 我们是不是也透过 相同这样管道 建立管齐 我们当然最好 是以中华民国 捐给日本大和 那个日本共和国 日本那个国 最好啊 但是我们做不到啊 所以说我们才透过 一个国际性 值得信赖的国际红十字总会 红新月总会 国际联合会 以及日本红十字 赐红十字会 这个这样子基础 才是我们 合于国人期待的基础吧 不要为少数人 伤害了台湾人的心 也伤害了日本人的心 所以我期待 下一次我们的召集委员 还要再继续举行 这样子会议 另外最后 你可以看到说 内政部补助给 红十字会的这个数字 在九十八年以后 已经大量减少 在民进党中 都有两千万 国民党重新执政后 都剩下一百多万 而且这个是公开招标 正常的程序申请 请你内政部 帮九十 也就请 又以就与九十年 这个为准好了 给各个团体 的补助款项 给我列个表 看看 合不合公理正义 这个我们可以 共同做检验 希望内政部 在一个礼拜之内 给我这样的数字 这十年来 你补助各民间团体的 这个数额是多少 好不好 能做到吗